大家好,我是Kenny溫傑 光大收容機財富管理蔡律師 又見到,這次又好像上次跟大家報告天氣 明顯地這星期我們見到恆生指數的氣溫 有點急降 表現亦差過我們市場預期 如果要去理解的話 從一個微觀層面其實都容易理解 因為在權重股裏包括騰訊 好像遭受了一些制裁或攻擊 而繼而我們以前的股王匯控 更加是兵敗如山道 所以兩種主要權重股 股價滑落,當然特別是回控 其實對於恆子來說 一定是一個比較大的影響性 再去推廣,經常跟大家說了 其實港股很容易 要是看美股,要是看A股 美股裏面,大家打開報紙 打開電視都見到 在前星期五已經破底 似乎進一步是下滑當中 所以我們見到 美股售壓,特別是科技股 重回跌勢,遭到拋售 就說對港股一定是一個比較大的衝擊 和影響性在這裡 暫時未見到一個穩定的狀態在這裡 純粹從估值去說的 始終美股都是偏貴 而現在來算 似乎聯儲局亦沒有再推出 一些所謂的加強版的貨幣政策 而又說一些財政政策 談談談談,都不知何時推出 這件事對美股來說 是有些直接或是一些衝擊存在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11月3日就是美國大選 究竟誰會勝出呢? 最新的判斷就是我們在驚訝 因為這次歷史性有許多郵遞選票 過去數據來說 如果實體票的話 可能是共和黨佔優 但如果計算選舉,特別是郵寄票的話 民主也可能佔優 你想想,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會產生很多爭議 因為特朗普就是說 那些所謂的郵寄選票是不作準的 所以如果因為郵寄選票令他輸的話 他一定不會認輸 甚至是訴於訴訟 這件事可以搞到很長時間 未必好像以前小布殊對戈爾 都是出現一些選舉爭議 但戈爾肯認輸 結果這件事就解決了 但如果根據美國憲法的話 1月20日就一定要宣誓 當中如何判斷有沒有法律訴訟 其實也有很多變數 所以有些人少說 當然機會很低 亦是一個很極端的情況 會否真的 11月3日不像以往 後一日後一個星期 就即時有這個結果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想美股方面 不說其他基本因素的話 市況都會相當波動 既然美股影響到香港內地 甚至中國兩地的股市 明顯地是說中美關係 你見到繼續打反華牌 而現在明顯地也見到 在台海局勢似乎是升溫 台灣方面說解放軍不斷做挑釁 亦都改了所謂不發第一槍的定義 大家有些擔心 究竟會否真的11月3日去打呢 或者之前有些判斷 可能是1月19日 這些當然是市場的判斷 但是有擔心的話 就會令市場風險日價上升 所以短期來說 似乎如果我們見到 美股繼續波動 A股繼續受壓 好像我們上星期所說的話 港股似乎就算能夠因為便宜 因為流動性多的話 站得穩 但反彈空間都會相對低 我們再看技術走勢 在今天錄影的時間裏 我們見到恒生指數 收就收23311 但最低位其實是做23225 我上星期或之前都判斷過 有兩個溫度計 大家一定要留意 第一是十天線 第二是24600 如果收低於這兩個指標的話 似乎大家就好像冬天一樣 要穿多件衣服 因為氣溫是降的 進一步比我自己預期為差 因為上星期也和大家說 我們希望在24000至25000內徘徊 結果24000都是一速一跌就破 甚至乎跌低於23800 當跌低於23800 應該有4.9要留意 4.9 甚麼是4.9 大家細心看 其實在5月29日和6月1日 是有個裂口的 裂口在哪裏 上面的裂口位是23539 下面這個裂口大家看到 就是23089 第三個9是甚麼 就是5月22日 即是這個位 就是22519 今年終極低位 3月份的時間是21139 所以你看到破了23800 你只需要記住4.9 就是四個重要的數字 而第一個 23539已經破了 我自己希望的話 如果你說針對匯控的問題 沒有惡化 中美關係沒有緩和 底部的話 希望在22519 去到23089 這個區間 可以找到一個支持的話 總算不是太差的情況 但在未來的日子 似乎這一兩個月 波動性和危險因素 都是比較多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說 你也是很進取的 甚至乎手上的現金 又或者可能因為之前 一早已經拋售在高位 拋售了股票 當然恭喜你 你繼續可以做部署 根據不同的投資主題 又或者是一些基本因素 好的股份 繼續可以做 但是 如果你說 我本身都比較保守 都是買少許股份 買少許投資 買少許股票 在現在來說 市感不明朗 一伸手 伸手不見五指 全部都是霧的話 你看不清前方 你先觀望一下 不要經常想自己買到最低位 這些保守投資者 我建議不如小心點 看回市 穩定 甚至乎不明朗因素 退卻了 又或者前面的大霧 不要說煙燒雲散 散去了少許 投資前景或勝算 會更加高 當然 今天來到 不會叫大家觀望 真是一些比較進取的投資者 趁著現在的時間 都有一個投資概念 想和大家分享 大家應該會知道 如果和我一樣是打工仔 下星期三 主要星期三是可以早放的 然後四、五、六日 放假了 開心了 但在我們放四天的時間內 內地放更加長 這是甚麼概念呢 就是所謂中秋加拿國慶 雙慶節的超級黃金周 大家想想 在過去半年這九個月 經歷過部分內地的城市 或者省份 經歷過封城 大家可能在街上都出不到 很多消費都做不到 抑壓了一些東西 雖然我不是說 一家報復式消費 我要買九輛車 五粒鑽石 兩卡火車 不是這個故事 但抑壓了那麼久 是否可以和一家人 出去吃餐好呢 看一場好的戲呢 甚至乎不要說出國 在內地也可以做游山換水 琴棋書畫也好 所以我們覺得 在國慶黃金周裏面 是一些進取投資者 可以留意到 你會問 其實國慶黃金周 很多顧份裏別 航空也可以 甚至乎有很多 例如紫業 因為人民幣強勢等等 都不是我們今天所講解的範疇 反而我們想想想 三個風景線 第一 真的抑壓了那麼久 會否可以看一場戲 我自己很喜歡看戲 所以看戲是一個很好的娛樂 所以第一個戰線 就是叫做娛樂性 第二 遊山換水 沒理由屈住家 都想走走走做不同的事 所以外出旅行 或者旅遊相關的概念 就是第二條風景線 第三 很簡單 你出街行也好 看戲也好 也要吃東西 所以第三條戰線 又是我最喜歡的 吃東西戰線 所以今天來講 很簡單地就著三條戰線 各選了一隻股份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說電影 選了甚麼 我們選了的就是 Imax China 1970 這個號碼 大家看圖表看到 最新做11.9 概念很簡單 因為春節的時間 本身有很多重要電影 想著上 但因為當時的疫情關係 沒有上 所以明顯地這些優質電影 電影就會在焦點時間 陸陸續續上回 在內地的電影也就是這樣 一下優質電影 一些的荷尼活 又是這樣子 如果大家預隔了那麼久 想看好戲 大家會做好戲 第一次賺 browsers… 一些生意是有上升空間 當然最近受著大市的抑制或壓力 它都回落了 現價做 11.9 的話 我覺得下降少許 11.4 或 11.5 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概念我相信是簡單明白的 就是 I'm ex-China 去看電影 兩個小時的時間享受影畫 代入一個全新的故事 這個應該在疫情過後 是其中一個我們稱為 Recovered Play 一個很好的概念 第二種股份亦容易說的 之前在其他渠道也有說過 780 同情偽龍 回顧最新的股價來說 最近有些波動 13.5 根據相關的概念 最近在內地有說法 叫做火車飛 一票難求 同情偽龍可能有部份來 看名字不知道要搞甚麼 其實很簡單 一暫式和旅遊相關 訂機票也好 火車票也好 旅館也好 酒店也好 配套服務也好 你也是透過它去訂的 甚至乎它的平台 是相當之好 亦都跟很多不同的機構有所合作 如果你覺得 以前我們看的圖片 在內地的所謂游泳池 原來人多於水 人在很多情況下 如果疫情退卻 又未必能夠即時出國 因為很多都仍在封城當中 或是限聚令當中 他會去不同的地方 其實對於酒店、火車 一些需求一定會增加 所以明顯地 這是一個容易去理解 關於國慶黃金洲的概念 第三 就是想介紹的 剛才說過吃東西 因為錄片段的時間 不知錄錄 其實我也在打鼓 有點餓 也要介紹一隻食品鼓給大家 就是酸菜魚九毛九 看來講 九九二二 九毛九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吃過 你看到最新的股價是17.56 坦白說 在整個國慶黃金洲 今次的片段或推介 都是進取的 不是我們平時說的 比較保守一點 是就著進取投資者 就著最近這個概念 去做一個介紹 但是進取之中 你比較三隻的話 其實純粹從股值上去看 九毛九股值 其實一直都不是低 亦是比較高 當然 這也是在整體內地的 餐飲業的一個常態 海底low 移海股值都不是便宜 但是如果你說一家大小 別說吃很好的東西 酸菜魚在內地真的要排隊 在這種情況 限聚令慢慢取消 大家復工復產 出到薪水 去吃一頓好的酸菜魚的話 其實真的挺美味 我在香港也吃過 這也是一個投資的主題 值得參考 可以靠低一點 我覺得大概落到17元附近 勝算可能會高一點 所以今天短短時間 都是大概10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回顧了 講解大事的情況 因為上星期的判斷 似乎是有些出入的 甚至乎對於比較進出的投資者來說 都就著國慶黃金周 帶出了三個投資主題給大家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了解前景 趨吉避空 甚至乎進出的投資者 都可以拿捏到一些比較好的投資方案 今天所說的所有股票 我Candy溫傑都沒有持有 希望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